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雨亮也在入场前为我们发挥了一小段现场的实况 可以看到代表委员们正在有序的进入人民大会堂 今天是5号 我们来列席全国领导的会议 现在我们下了车 开始来进会场 大会上听取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中指出 过去一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在国内外风险挑战严峻的情况下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 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 全国疫苗全程接种覆盖率超过85% 今年全国的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进取积极的发展目标 说明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我国各方面都处于良好的发展阶段 在纷乱的世界中一枝独秀 国家的发展前景十分光明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亦谈到了有关港澳的工作 我们要继续全面准确 坚定不宜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程 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局全面管制权 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 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局政府依法施政 支持港澳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的地 人大开幕会结束后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们纷纷对政府报告进行解读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 对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的理解和感想 我自己对今年这份工作报告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无实的报告 整个是以人民为中心 怎样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还有我是很认同报告里面 那些形势的分析 他说到未来面临的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还有预期转弱 这种是三重的压力 整个取态是以稳 稳自当头 在稳中去求收缩 所以你见他这次制定的未来的数据指标 都是做了调整的 香港的部分 我觉得都 虽然文字说不算很多 但我觉得那个重点已经是概括了出来 我曾经听到昨天因为政协汪洋主席的报告 没有提及一国两制 有些媒体说两年都没有提及 一国两制是中央一个很坚定的长远策略 另外一个就是这次有强调的 是坚定落实爱国者是说的 坚定落实 这个又不是随便去改变的 最后都说回他那个要求 香港都是要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其实从内地来说 你看回政府工作报告 都是发展经济 放为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们有些传闻朋友 有些人会担心 我们人少了 这次会议 大家的积极性 大家的责任感 非常强 有关政府工作报告 李一强总理的报告 我很认同 这个工作报告 真的是以求真无实的态度 真的很客观的 去总结和回报 以及还有一个是展望 计划我们未来一年里面 我们整个国家走的方向 国际这样纷争不断的 不稳定的形势下之下 我们国家处得过去一年的成绩 真是非常非常简单 这次报告给我自己 真的很确实 很深地感受到 整份报告都是以人民为中心 特别有句话 就是要坚持政府 国家的日子 更好自然融入 即使说 你不要经常想着政府很多钱 在政府的钱 你一定要将它很实用 并且是要政府自己本身 但是你用于人民的人 你一定要封用手 要呼 一定要用 用于他们的实质事件上 不可以使他们的身份 提供他们的身份 绝对不用搞什么营养工程 另外一点 我要提及到的 就是在今次之中 对政府的要求 是更加压力的 所以明国提出 要转变政府的职务 加强数字政府的建设 用数据 大数据去管理之下 就可以去推动政府的办事 的高效率 也可以提高它的透明性 下午分团的讨论 都是很积极和热烈的 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说李克勤总理的工作部份里面 涉及港务的篇幅 虽然是百多个字 但是都体现了 我们国家中央港务政策 就是刚才谭尚慧都说了 是那个系统性 连续性 为我们香港的市民 其实是特别 我们现在是抗击着 第五波疫情的香港市民 都处有很大的信心和力量 有些朋友都会问 为什麽总理的工作报告 讲抗疫讲得不多 其实最关键 就是因为抗疫成功 而里面讲了一些成就和成绩 包括公共医疗 外省各方面加强 也都大家看到了 关键时下 遇到这些疫情 最能够帮到大家 其实是公共医疗医疗 我们香港都一样 所以这方面呢 国家在够加强 就是未来 未来的规划里面 都是持续的加强 就是公共医疗医疗的体系 还有呢 你有国家作为中央 作为后盾 和靠山 我们香港一定能够 打赢这个疫情 其实我们民建议 今次我们提了23项的建议 很多都跟里面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分团会和例人 都会将它 作为一个正式的建议 融入去 希望帮到国家 接过理政 以及帮香港的民心民主 能够反映到 被总理的报告里面 感谢他们三位的精彩分享 本次两会 各位代表委员们都准备了 各自的议案和提案 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来自全国人大常委 谭耀松提出的议案 我是全国人大代表谭耀松 我负责向大家介绍 有四项的建议 第一项是关于跨境救护车的服务 主要我们建议 容许内地和香港的救护车 可以跨境直接接载 让那些伤病者可以送到医院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更加快捷 更加方便 到时可以由指定的后岸进出 有个特别的通道 将这些伤病者可以尽快送到医院 还有关于建立大湾区的食品的湾区标准 如果能够建立了这个湾区标准 我们可以有一个统一标准 能够有一个检定 有一个信用的机制 可以符合湾区标准的时候 那些食品可以在大湾区流通去供应 也可以推进大湾区的农产品的品质 安全 我们有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建议 是沿港澳三地政府去进行这一项 建立一个湾区的食品标准 还有一个就是电影界的朋友向我们提出来的 他说现在很多时候在湾区 和内地的机构合作拍电影 但是很多时候批准的流程都很长时间 他们希望加化 统一项最后就是和经济发展有关系 我们建议在香港的机场 是不是好像高铁那样 实现一个一地两检 机场只要我们划分开 比如去国内的航班 国际的航班 然后国内的航班 我们可以用一地两检的方式 在香港把援两出入境的手续 我们可以直接去到内地的相关的机场 如果这样就很方便了 感谢谭常委的精彩分享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洪维明先生 洪代表您好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为今年两会提出的建议吗 各位东南传媒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港区全国人大洪维明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两会我提出的建议 第一个是有关深港口外经济带的建议 我建议由国家发改委 广州省政府以及深圳市的各个局 以及香港的各个相关局 成立这一个口外经济带管理委员会 作为一个常设的组织 可以方便协调在一国两制下 深港两地之间规则的不同 做好规则衔接制度对接 另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香港将会建立一个北区都会区 那么我建议是要把北部都会区 建设成特区中的特区 参考深圳前海的案例 在管理模式和政策方面 都有一些创新的突破 在就业方面 我建议可以在北部都会区 容许深圳的居民花境就业 同时也希望和中央争取一些政策 把北部都会区生产的一些产品 试作境内生产 让国家的监管机构在食品 药品化妆品方面 可以派驻在北部都会区 直接监督这些生产 这样的话可以提升效率 也可以大大的帮助香港在北部都会区 发展这些新兴的产业 第三个建议是有关深港合作 发展绿色金融 大家知道去年推出的前海方案里面 提出了这一点 我建议要透过一些鼓励政策 鼓励更多的内地的企业 来香港发行绿色债券 也要简化流程 加快效率整批 绿色的其他的一些产品 适当的开放 给内地理财通的 南向通的这些资金 可以投资在香港的一些 预测的金融产品 最后一个建议呢 是有关鼓励国家这个 顶级高校在香港建立校区 大家知道了 我一直建议香港要成为 越港澳大湾区的国际人才中心 事实上呢 已经在做到这一点了 我们现在已经吸引了很多 尤其在北美的一些顶尖的 亚洲人的这个科学家来香港 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些国家的 顶级高校 也在在香港建立校区 研究生院研究院的话呢 他可以利用这些人才 帮我们国家 培养更多的人才 为国家 为越港澳大湾区 未来的发展 做出风险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洪代表的精彩分享 在有关城市建设 深港经济 以及绿色金融等方面 都提出了非常详细切实的建议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来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陈亨利提出的议案 在今年的两会 我会再次提出 大湾区的工业政策 如何使得香港的企业 在大湾区和国家的发展 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更加融合国家的十四五规划 我们整体的发展 在很多的传统工业 香港都有很优厚的基础 我们如何将这些基础 能够发展得更加好 香港作为大湾区的一个主要城市 我们在教育研发 品牌的推广 法律的制度 是非常成功的 配合深圳 配合东莞的生产 韦州的生产 去推广全世界 我觉得这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发展的目标 自从2018年 我一直在推动香港加入RCEP 今年RCEP在1月1日就开始执行 所以在两会我会继续去推动 香港尽快加入RCEP 以及香港要去加入CPTPP 才能够巩固我们香港的 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如果香港不是RCEP的一部分 那些货物出口未必方便 经过香港 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地去申请加入 好的 非常感谢陈代表的精彩分享 正如报告中所强调的 我们要继续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针 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 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 京港连线化两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